你为什么不睡觉,医生王林问马晓荣,11月18日,下午3点多,阳光淡下去,病房变得晴了,惨败,27岁的马晓荣把被子捂得严实实,她坐在病床上,因为腹部的肿瘤,她冻得满头大汗,她抬头看了看医生,没有回话,医生继续说,你放松些,一下子死不了, 晚上吃了止痛药还是要睡觉的,她依旧不作声,对着医生笑了笑,她知道止痛药效果后,自己会痛不欲生,一年多前,马晓荣查出矿滑膜肉流时,没有想到自己会恶化的这么快,她先后在济南,北京多家,做过两次手术和多次化疗,又参加了把下药iPad进入临床两期试验,但是要失败之后, 家里无力在承受高昂的手术费,两个多月前,马晓荣住进山东山逛庄镇,向逛林中关怀中心,这里免费提供小炎和止痛药,没有具体的方案,她日复一日的躺在病床上,状态不好的时候,她流泪,生自己的气,也生父母的气,状态好的时候, 她跟病友在上聊天,探讨方法,或者看新闻,视频,对于死亡,马晓荣恐惧又不敢,每天早上,医生都会按时来查访,询问马晓荣的基本情况, 本文图片澎湾新闻记者明确,滑膜肉流,马晓荣得知自己换滑膜肉流的瞬间,还心存侥幸地以为她是一种良性肿瘤, 她所在的沙东草坂镇,马庄村,自己满江秋区约三十里,实在建于明朝,由马姓仁所见,顾名马庄,马庄村有一千六百多口人,此前从没人听说过滑膜肉流, 1993年,不满一周岁的马晓荣,跟随母亲杨丽萍改嫁到马庄村的马晓家,马晓对母子俩很好,但马晓荣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马晓的亲生儿子, 他不喜欢跟父母沟通,上小学开始,他就坚持一个人去学校,从来不要父母送,到了初中后,他上课不认真,不许跟人打架,成绩迅速下滑, 班主任郭维求至今记得,马晓荣那时看你心理特别重,初一下学期,同学骑摩托车带马晓荣出去玩,他们在上坡时发生车祸,骑车的同学没死,但马晓荣被重重的摔到马路边,撞断了左侧颈骨,那时候,马晓荣十二三岁,在这卫生院坐街开腹位内固定树时,他看着皮肤慢慢被划开, 医生把一块钢板,嵌入他的左小腿,马晓荣没有喊一声通,坚强的不像孩子,这次切开腹位固定树,在他后来查出矿滑膜肉流后,被写进了病史中,2017年5月初,马晓荣帮母亲住玩花生,在走回家的一段扇坡路上,突然感觉到腰部一阵阵断痛, 他以为是干活累了,没有在意,进了两天假休息,那时他在锦南一家电缆厂上班,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因为要上夜班,生活不规律,偶尔会身体不舒服,一把休息几天就好了, 这一次,马晓荣休息了十来天,腰痛不但没见好转,还开始出现炫耀,5月17日,马晓荣到家秋中做了B超和克拉检查,显示左肾静脉流栓形成,约位55-52毫米,医生告诉他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手术切除左肾,马晓荣很震惊,他从小身体好,不吃饶,不打针, 怎么会突然得恶性肿瘤,一出,他立即打电话给母亲杨丽萍,他那天正好在山东省力照顾生病的嫂子,他让马晓荣赶快过去再看看,当天,马晓荣赶到山东省力,不朝仍显示为恶性肿瘤,他记不清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只希望自己赶紧做完手术,做完手术就好了,5月24日下午2点多, 马晓荣在手术室前,没有跟杨丽萍和马晓说话,两人守在手术室外,忐忑不安,到了晚上8点多,手术室门得开了,一位医生走出来对他们说,手术很成功,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肿瘤起了就好了,他们本以为孩子转为为安了, 然而,这只是开始,6月5日,病例检测结果出来,显示为滑膜肉瘤,名字听起来不像很严重,马晓荣觉得应该是良性肿瘤,但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四万分之一, 马晓荣不相信,疯了一样上网搜索滑膜肉瘤,知道自己和韦泽西得了一样的病,病因不明,未曾谋面的病友,做完手术后,马晓荣寻找和他一样的病友,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肾肿瘤,找了很多肾肿瘤QQ群,后来决定是滑膜肉瘤,又加入了滑膜肉瘤QQ群, 他在群里很活跃,经常跟人开玩笑,有一次,马晓荣被病友调侃,男人少了一个肾,那还有啥意思? 他一本正经的回说,自己和正常男人一样,滑膜状流多发于四肢大关节,主要临床症状位,直部肿战,肿患,疼痛,活动受限为主,像马晓荣原发左肾的病状比较少见,群里的病人, 又生病是几年的,也有刚查出来的,他们聊病情,聊方法,也有的聊家常,聊生死,病友阿宝觉得,成病后太压抑了,有时聊天就是为了释放 后来,他们又加入大大小小的群,马晓荣和阿宝,阿皇则新建了一个群,这时候乐观海朗的病人,群里现在有五十几位病友,马晓荣经常在群里调侃阿宝和小小,说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阿宝也经常撮好马晓荣和小懒,后来,马晓荣在群里发誓,如果五年之内不复发,一定会取消烂被期, 但他没想到,复发净会来得那么快,手术不到两个月,马晓荣在山东省肿瘤做医学影像,诊断报告显示, 幼肺中叶可见节节奏,直径于0.9厘米,考虑为滑膜溜溜转移,发现转移后,马晓荣立即做化疗,准备做肺部切出手术,此时,阿宝跑到上海的看小小,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复发后,马晓荣在群里一直活跃,定有都觉得他乐观,开朗,善解人意,但生活中的他日间憔悴,变得沉默,2017年秋天,马晓荣化疗后,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发想马大东陪他去礼拜店里了光头,马晓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意义不发。 2018年4月,马晓荣在北京大学人民,做了胸强性肺转移留切出术,大两个多月后,在他腹部又出现多发节节,最大有4厘米。 医生建议他吃把想要,但家里已无力承受高昂的医药费,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光了,马晓荣第一次想到死,他发朋友圈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没有痛苦的死去,活着好累,想离开了,可我怕痛。 后来,他听病友说,加入临床试验可以吃免费的把想要,马晓荣申请了一二十加的临床试验后,终于在7月5日,入组阿帕蒂尼二级临床试验。 此次临床试验研究该药物,对软骨组织,肉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阿帕蒂尼,有称爱塔,是加苏恒瑞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型晚期,为爱抗血管生成八项药物,2014年12月13日后批上市。 全力有病友拒绝临床试验,哀倒后来就说,他没有想到,马晓荣被逼得做小白鼠的份上了,但不少病友觉得,对无路可走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条选择,不花钱用先药。 罗利就曾做过两次临床试验,但他是因为无药可用了,研究生毕业于国内医留院校的他,六年前查出患软组织肉流后,先后做过十几次手术。 他此前曾打算去美国,2012年,罗利让美国重流专家,给他做过一次远程会诊,发现他们的方案和国内专家一样,最后做罢。 目前,华膜重流的最佳方案尚未确定,主要是手术切除、化疗、放疗、把下疗法和免疫疗法等,五年生存率在20%到50。 7月29日,阿宝和小小结婚,没人马晓荣去连云港喝喜酒,因疼痛家具,马晓荣没有去城。 11月的某一天,马晓荣打开手机看两人的结婚照,背景音乐随之响起。 你看,我有他俩的结婚照。 他得意的说着,如同见证了婚礼。 是要失败,马晓荣从小的理想是,赚很多钱,娶漂亮媳妇,走遍全世界。 他感到很遗憾,至今一样都没有实现。 宁波并有余向东听说后,出路费前,请他去宁波玩。 8月下午,马晓荣硬要到余向东家,他们去了宁波、东湖、杭州等的看风景。 马晓荣看起来很开心,用手机拍了很多风景照,却不让别人给他拍照。 那时候,他每天吃试药煮发的把像药,半个月去北京肿瘤拿一次药,进行身体检查和试药反馈时,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 但他的状态每况愈下。 8月19日,马晓荣疼痛难忍,从宋州病友家连夜赶回山东,到家里已是晚上10点多了。 夜晚有些微凉,杨丽萍起来给儿子铺被子,看到马晓荣摇摇晃晃走进厕所。 没过多久,他铺好被子后,马晓荣躺到床上,突然大口大口的咳血,鲜血染红苍白的地板砖。 杨丽萍立即找来盆子,瞬间又接了一小喷血,杨丽萍吓坏了,叫马晓赶紧打120。 8月20日凌晨,马晓荣被送进张秋去人民急诊室抢救。 第二天,他被转移到山东大学骑鲁ICU,这一次出现可血,随后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这是马晓荣第一次进ICU,医生说,可血是他吃的把像药副作用导致。 出院后,他走路开始有些吃力了,夜晚,杨丽萍到开水坊打水,8月27日,是他去北京肿瘤拿药的日子。 他有不好的预感,不作用和命笔,我肯定全命。 他无奈地说,如果临床试验组能接受可血,他还是希望继续用他们的药。 为了节约路费钱,此前去北京看病,哪有,马晓荣都是一个人去的。 这一次,杨丽萍不放心,陪着马晓荣一起上北京,上了高铁后,马晓荣坐在轮椅上,一路情绪低落,抵达北京战时,一快到中午了,杨丽萍不识字,找不着方向。 马晓荣,有些烦躁,让妈妈跟着他走。 下午,他们直接去了北京肿瘤,施药组的医生告诉他,因出现可血等副作用,他们决定不再让他继续施药。 即便早就猜到了结果,马晓荣依旧很失落,觉得希望直灯突然灭了。 第二天,他配合药器做了相应的体检,之后又做了腹部的克拉,显示左侧腹壁的肿瘤叫之前有增大,证明iPad体力对他没有效果。 医生让他回家准备二十万做手术,二十万对他们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马晓荣甚至没敢多问手术的具体情况,借不到钱的继父。 马晓荣跟杨丽萍结婚时,他二十六岁,杨丽萍二十四岁。 这个自称沙东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婚后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杨丽萍始终不同意,到后来,马晓荣哥哥过来了,马晓便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说,有两个儿子了呀。 马晓荣从小坚强,早熟又叛逆,很少跟父母说话,马晓一直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但始终不知道如何教育他。 仅有的一次,马晓荣上小学一年级时,马晓记不清因为一件什么事,狠狠的打了一顿马晓荣。 他记得,马晓荣没有哭,甚至看不到任何情绪。 马晓荣上初二十,云南的亲生父亲过世,比他到两岁的哥哥从云南来山东投奔他们,让这个家庭变得越加复杂。 马晓荣至今说起哥哥,趁他一直对母亲有怨念,而马晓荣自己,始终不愿提起亲生父亲,他从未见过面。 哥哥过来后,也有改姓马,叫马晓荣,马晓荣没有继续去学校读书,跟开霸店的堂哥学了几年厨艺,自己也开了一家饭店。 2015年结婚后,他和妻子一起经营饭店,兄弟俩若即若离,马晓荣却没有哥哥这么顺利。 这个自尊又敏感的孩子,初二下学期便不愿再去学校。 马晓荣退学后,马晓荣几次帮他报名,让他上技校学一门技术,每次他上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又跑回家不肯去了,就让马晓荣头痛不已。 十几年过后,马晓荣说起往事,称他那时觉得读书没有用,还不如趁早出去打工赚钱。 马晓荣的记忆中,家里从小一直很穷,上小学二年级时,马晓开始建新房,但因为没有钱,当时只搭了北房的空架子。 过了几年后,才又建了西房和东房,但一直都没有装修,一家人在水泥房住了十几年,一直到2015年,马晓荣哥哥结婚,家里的房子才总算装修好。 2015年,马晓荣花结婚前,父亲,马会花五万块钱,装修好了水泥房子。 马晓荣出学校后,一直端端续续的工作,他卖过水果,墙漆,经过工厂,但一直毫无改变。 当他的同学一个个考上大学,他才后悔当年自己太任性。 不过,他认为,如果没有得滑膜肉流,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马晓荣生病前,马晓在济南工地做建筑工,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 梁丽萍有时也跟他一起做,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六七千元。 马晓准备储钱给马晓荣结婚时,突然被怀魔中流打乱了一切计划。 11月14日,晚上十点多,马晓依旧在工地上干活。 马晓荣第一次手术时,马晓向亲戚朋友借了三四万元。 第二次手术时,他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四五万元。 这一年多来,马晓荣看病花了二十几万元,除掉报销的一部分。 他估计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 到后来,马晓走到人家家里,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赶紧说,工资还没发,老人又生病了。 小孩学费也没交,他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现在,他们躲着我,我也躲着他们。 马晓觉得,他的村里都抬不起头了。 最后来,马晓想把房子卖了,再借点钱,让马晓荣去北京做手术。 但马晓荣不同意,他们都老了,房子卖了,以后去哪里住? 从北京回来后,马晓荣心灰意冷,一天,马晓外出做工,杨丽萍去了一趟亲戚家,马晓荣约倒在床边,醒来后,她发现自己下不了床。 9月7日夜晚,马晓荣疼痛难忍,终于在家里嚎啕大哭。 从小到大,这是马晓荣第一次流泪,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 当晚,马晓荣夫妇打药20,送马晓荣到张秋中,后又送她到山东盛肿瘤,但没有哥是愿意接收她。 第二天,两人带马晓荣,返回张秋去相公镇,此前他们就听人说,相公有一个临终关怀中心,小医症患者免费提供消炎和止痛药。 医生王林记得,马晓荣刚进来时,几乎精神崩溃了,她自暴自弃,也看不惯父母,则被父亲满灰你能干啥? 她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王林说,只不过想活着,生病以来,马晓荣曾多次把起轻松筹,但总共只筹到不到四万元,且大部分都是群里并有捐的。 9月13日,马晓荣最后一次筹款30万手术费和后期把项费,直到筹款结束,一共筹到11856.24元。 手术费没筹到,马晓荣心灰意冷,病情迅速恶化,并让罗莉几次打电话过来,都是杨丽萍接的。 她哭着告诉罗莉,马晓荣进了临终关怀中心,可能撑不过,一个星踢了,罗莉听后,立即借了几盒引渡纺织的吧,想要帕座帕尼过去。 帕座帕尼是由葛兰素石科公司研发的一种可干扰完固种留存活和生长所需的心血,管生成的新型口浮血管生成一致剂。 罗莉觉得,这种药可能对马晓荣有效果,国内一盒卖一万多,印度吧只要一千多元。 马晓荣像病友买得怕错怕迷,两周过去,马晓荣渐渐好转,她偶尔在群里嘀咕几句,但相比以前,说话已经很少了。 阿宝说,只要马晓荣一天不说话,他们就知道她病情加重了。 一个月后,马晓荣有相病友购买了几个硬度吧怕做怕迷,吃了这种药,她头发慢慢变白,每天吃不下饭,但Court检查显示,腹部肿瘤变小了。 看到肿瘤变小后,马晓荣重新燃起了希望。 为了让自己能吃下饭,她经常看美食节目,也在直播平台上看别人吃饭,万一看得自己想吃了呢? 她说,这一招是别人教她的,一边改叹,只不过抢活着,怎么就这么难? 白天,她吃一点香蕉,生萝卜,苹果晚上能吃几口饭菜。 在外面买的菜总是太咸,酱油也放得太多,有时还有辣椒。 杨丽萍曾想到外面租一间房,方便给儿子做好吃的,但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加上也没有钱。 后来了也懒得再出去找了,她睡马晓荣旁边的冰床。 每天早上,杨丽萍醒来后,先去楼下打一壶开水,之后等马晓荣醒来。 上午十点多左右,她给马晓荣喂一次营养液,半个小时后,再喂一次止痛药。 中午,杨丽萍去食堂领一份免费午餐,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馒头和小米粥。 带上来后,她和马晓荣两人一起吃,后来,杨丽萍问到食堂可以帮忙炒菜,会自己买一点菜,带到食堂去炒。 几天前,杨丽萍花二十五块钱买了一只鸡,让食堂炖好后带上来,他们一连吃了好几天。 下午天气好的时候,马晓荣偶尔会坐上轮椅,让母亲推她的外面走走。 但那是极少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她摊坐在病床上看手机,或者睡觉。 马晓荣生病后,马晓回到张秋,跟人一起把零工,每天一百来块钱,日节。 每隔六七天,她会去一趟,看看马晓荣,再送几百块钱给妻子。 她打脸轰转的钱,只勉强能维持生活开支。 有人主动联系马晓说,有一种特殊方法,不是重要,绝对能治好马晓荣的病。 马晓去看马晓荣时,省不住问她,你要不要试一试。 马晓收到短信,说能治好马晓荣的病。 马晓荣回她,一看就是骗子。 你言信,务十二岁的马晓,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她觉得自己很无能,没有签给儿子做手术。 十一月十四日,干完活已到了晚上八点多,老板请马晓吃晚饭。 马晓喝了几杯酒后,嘶哑着声音说,要是小荣治不好,我以后也没法过了。 马晓荣不想放弃声的希望,即便无路可走了,也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十一月十四日,杨无一瓶打开窗户,让阳光晒进来。 几天前,马晓荣用筹到的一万多块钱,从病友手上购买了一瓶罗贝罗那五单抗,国内首个上市的PDE制剂。 主要用于费安免疫肿瘤,也是多种肿瘤的选择。 十一月十八日,新药到了的第二天下午,马晓荣他落在病床上,跟王宁医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边看着无色无味,的液体悄无声息的流进体内。 这是最后一波了。 他想,文中部分数据来源,医学影像学杂志,除国为求,王宁外,其余真为化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